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台湾 在苗栗 一个朋友的这个叫什么 叫民宿 这房间很不错 但是主要还不是说房间 看看它的环境 首先看看这一边 这是我最喜欢的风景 这最喜欢的 那一边就更精彩了 这一边 这种情况 有山有水 至于为什么我会在苗栗 这个等一下专门做节目给大家介绍 就是设想一下 想想一下我们走到这个角落上 这是神仙们的日子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苗栗 昨天抵达的台北 朋友接着我就到了苗栗 这个做的一个叫做名色里面 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青山绿水 这是我最想要的 将来退休以后的 将来退休已经退休了 以后的生活 它这个每一个楼都有饮水机 有电梯下去像个小宾馆一样 这次到台湾来的这个没有其他的目的 其实是2019年来台湾的一个延续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呢 受到了台湾的 应该说是各种人民的欢迎 当然那一年的话 刚好是选举 那个选举非常的激烈 可能有人 误不把九哥当成是带有什么政治目的 或者政治倾向的人 所以呢 除了一般的真正的民间的友好以外 可能也有一些跟政治有关的 这个势力呢 希望能够争取到九哥的一些舆论上的支持 所以呢也是对九哥 这个各个方面的帮助吧 这个就是 这一口 哇 这里 有一只肥大的猫子 嗯 还有一只肥大的猫子 还有一只肥大的猫子 还有一只肥大的狗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啊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啊 那一次来的话 真的在台湾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啊 接触到了方方面面的人 那次来的时候事实上我很天真 真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小提琴家 一个艺术家 对社会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真是什么都不了解的这样一个人啊 通过那一次呢 确实是有很大的长进 呃真的从心里面感谢上一次我来台湾 2019年啊 方方面面的每一个接待过我的 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出出境啊 我的节目的人 那一次也确确实实把台湾的美啊 美景美人啊 拍了15060集 这个这个 视频啊 就是前天都有啊 呃就那一次的话就是 离开的时候呢 最后就是两家苗栗两家 就是苗栗最后两家一个星期 一家带三天之后呢 就准备回美国 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 突然我必须要回回美国去 所以我那张机票都废掉 重新买了张机票 所以苗栗就没有来 那苗栗没有来的 就留下了一个遗憾 因为苗栗的这里边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受期待的我 还要了一些人啊 开了个party啊 准备这么迎接我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我就这么就走掉了啊 结果三年以来啊 这两位朋友 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 一直保持联系 就是期盼你下次到台湾的时候呢 一定要来看我们啊 有有权的看我们 所以这次呢 透露这个险 正好是从这里 回中国大陆有这个空隙的话 我就是特别的指导苗栗 那完成我一九 sorry 那完成我2019的那一次 没有完成的最后一个计划 啊所以这一次呢 我来的时候就是悄悄的 没有深招 没有告诉任何人 也不打算再告诉任何人 因为来了的话 只有三天的时间 三个晚上的时间啊 所以时间非常的短 宁可就是说 跟这两位朋友好好处一处 好好就是休息一下 看看台湾的美丽的风景啊 享受一下买台湾美丽的 这个这个美食 其他的朋友呢 这一次我很抱歉 就来不及 没有时间也不好意思 再去打叫你们 明年可能也要大选了吧 啊我真的不是选择大选而来哦 OK 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明年春天 我会再长一点的时间 到台湾来 那个时候再跟大家联系啊 接待我的另外一位 是一位这个 是一位太太啊 从大陆来的这个陆沛 她在这里过得很幸福啊 这个在这里已经待了这个 好多年了 所以她是觉得 台湾对于她来说也是假 对吧也是假 所以她在签户口的时候 她是不是说我换国籍哦 我不是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籍 换成中华民国籍 她是她所说 先签户口 我从中国这个 荷兰 江苏 签到中国台湾去 OK 这个事情呢 昨天我碰到这个 苗栗的这位朋友啊 我也不知道她的政治倾向啊 但是呢 我昨天 很鲁满的跟她讲 其实我是 能够理解 绿营 理解这个民进党的啊 她这个想独立啊 想什么啊 想摆脱中华民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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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从感谢她们 是可以理解的 我没有说支持啊 我是理解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 自己过得好好的嘛 她都想独立 对不对啊 都想自己过自己的 而且呢 就任何一个民族呢 她也是每一个民族 自己的权利嘛 对吧 但是问题是 国际政治 它不是讲道理 它不是随你的心来的 所以我是不表示支持台独的理由 就是说 我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你只有由于一条其他的 能够跟共产党共处的 能够让共产党能够接受的 这样一个条件上 尽量的保持你的独立 我是一个实际的这样的 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个实际主义者 当然我有理想 但是我变得越来越现实 这是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呢 它在跟共产党打交的这个方面 还缺乏很多的经验和这个能力 就是他就没这个能力 就是他这个想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实得欺负完 实得欺负完 连你现在的现状都保留不了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说心里话 我真的是个中立的 我非常爱台湾 我希望台湾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现状 能够保证的现状的话 我都以前也表示过 愿意想到台湾来养老 对吧 因为我现在是挪威这个国籍嘛 我舅舅母不是挪威人嘛 我也不可能恢复中华人民跟我国籍嘛 我唯一的能够跟中国人 中国的这个文化抱圈的 能够来的就是台湾嘛 中华民国嘛 对吧 那我回到中华民国 等于是回到我的 回到我的父亲 我的爷的 那一辈的那个政府 里面去生活 也是在 我认为是中国人圈子里生活嘛 对不对 而且 从制度上 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地区嘛 对吧 地方嘛 那么就是说 我拥有我这个立场 我保持中立 但是我理解 你这些要搞独立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想搞独立的 你这个路又走不通 那我是能够帮助那些 怎么样学会跟工程上打交道的 这样些人的 最后能够保持你相对的独立 而且从大陆能够拿到很多的好处 使得台湾能够很好的发展下去 我是希望这样一条道路嘛 而且呢 虽然说是大了这个年纪嘛 对吧 由于我这位朋友 这位这次接待我的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我是这个陆沛啊 他来理想他过得很好 所以我也真的在想这个事情啊 要不要在自己的最后的这些年花啊 再好好找一个台湾的女士啊 真的是台湾的这个这个懂道理啊 这个勤俭啊 这个人品好这样做的就是要人品好 脾气好的 这样能够那个相处能够好好的在台湾啊 就像这种地方啊 买一个小小的小木楼能够定居下来 然后我也可以带着他到日本啊到欧洲啊到全世界到处去跑 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女士的话 我觉得也会很那个很多人就问我啊 你那个奔驰老师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讲奔驰老师呢 跟我确实是非常爱我啊 但是呢这个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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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客气 好 谢谢 OK OK 好 那么就是随身便便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是为什么到台湾来啊 到台湾来呢主要是 就是见这两位上一次没有完成的一个树苑啊 见这两位在苗栗的朋友 然后我又悄悄的 29号我就离开了 而且我这些视频都不准备发 要等到我离开台湾以后才发表啊 因为这个朋友一联系起来 事又多 那就见这不见那 那就不好了吧 对吧 好 那么就是说期待着大家啊 这个继续能够关心我啊 就是说这个为了台湾好吧 为了把台湾搞好啊 我们一起来路巴黎 OK 再次感谢啊 上一次2019年接待过我的所有的台湾的朋友 帮助过我的所有的台湾朋友 以及明年我再来的时候 哇 我一一一对你们再进行感谢 希望交更多的朋友啊 当然是 最终是等待着那一位啊 如果说有那个缘分的话 能够跟我这个啊 这个 欢度晚年的这样一位啊 女士 OK 谢谢大家 拜拜 耶 他们都很小心呢 他们都非常非常小心的 自己的食物 不要咬着我的手 蛮懂事的去勾动 漂亮的啊 毛咪啊 根本就不理你 根 不理你 嗯